歡迎收看全民風車吧 大家好 我是怡辰 今天我們要試駕的是 福特全新推出的 Focus ST Wagon全新的等級 我先說一下結論 對它我只有兩個字 真香 但是香在哪裡 怎麼個香法 今天我都會好好的 仔細的解析給大家聽 那麼在看車之前呢 首先邀請大家 訂閱全民風車吧 旁邊的小鈴鐺打開 選取全部的通知 這樣你才不會漏掉 最新的消息 讓我們在今年一起突破 40萬訂閱大關吧 另外我們官方的Line at電子報 或者是我的IG 我的粉絲團 甚至如果你想要上Line的社群 跟我們一起暢聊的話 歡迎各位加入我們 加入的方法很簡單 只要掃描螢幕上面的QR Code 或者是說明欄打開之後 網址點進去就可以加入我們了 我們在線上等你一起來 好 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的主角 Focus ST Wagon 其實它正確的名稱 因為它是一個全新的等級 所以叫Focus ST Wagon SLS Edition 我們可以參考一下這個售價 它的等級以及它的編程 你能想像嗎 這個價格你可以買到這樣的性能 這樣的空間以及它的配備 那其實Focus ST Wagon這台車 在去年7月的時候 它就以140幾萬的這個價格 在台灣正式上市喔 那也因為這台車做了很好的理性跟感性的結合 包含它的CP值啊 它的配備 它的操控 性能 馬力等等 表現都非常出色 所以一直處於缺車的狀態 這一次還會再推出一個比較入門的 Focus ST Wagon SLS Edition 我覺得滿讓我驚訝的 也滿破天荒的喔 那SLS Edition這個名字又是怎麼來的喔 這個就要講到Focus ST跟RS 它們的故鄉就是來自於統一喔 就是德國製 這個地方叫薩爾路易 那這個地方當地的車牌車級 縮寫就是SLS 所以這一次在台灣推出的SLS Edition呢 其實就是致敬它的故鄉 薩爾路易 同時也代表它得知的身分 還有一個性能運動的表現 那這一次推出的SLS Edition啊 雖然它在配備上面 沒有辦法像頂級的Focus ST Wagon 配備來得這麼豐富 也因為相較之下 配備沒有來得這麼豐富 所以它的車重降低了50公斤 你能想像嗎 50公斤對於一台車的操控 絕對有一個很大不同的操控體驗 那雖然配備沒有像頂級的來得這麼豐富喔 但是我認為 它應該要身為性能車要有的東西 它全部都被保留下來的 例如說它的性能不變 底盤懸吊調調不變 包含它的煞車系統啊 轉向系統 還有Recaro的座椅 應該性能車要有的東西 它統統都有 那它少什麼呢 其實就是少一些比較豪華性的啊 或者是比較便利性的配備 其它基本上是不變 所以我才說如果你是一個性能米的話 你對性能有極致操控的享受跟體驗 這個都是你想要的話 SLS Edition真香 首先以車頭來說的話 整體的造型是完全沒有差異的喔 但是唯一一個差別的地方 頂級的Focus ST Wagon 它搭載的頭燈是蓄日之刃 但是呢 SLS Edition它搭載的是奪目之鏈 除了它在整體的內部造型不一樣之外喔 最頂級的Focus ST Wagon 它的頭燈還支援了AFS 就是自動轉向的頭燈功能 但是奪目之鏈的話它就沒有了 不過它的頭燈高度是可以調整的 車側的部分 整體的造型輪廓上 全部都是一模一樣的喔 那為什麼會說Focus ST Wagon 它把理性跟感性做了一個很好的結合 那就是因為它在C柱以後 保留了一個非常寬敞的空間表現 很多人看了應該非常有感的 尤其年紀越大之後 你不得不向你的現實妥協 例如說走入家庭之後 你要有一個足夠的空間 你要老婆同意 你要孩子做得開心又安全等等 所以很多人不會去選擇性能車 但是Focus ST Wagon它就這麼降臨了 我認為它做了一個很好的平衡點 那麼看到現在你應該也發現 以外觀造型上面有一個地方不一樣 對 那就是鋁圈的部分 頂級的Focus ST Wagon它搭配的是19吋的鋁圈 那這個SLS Edition的話 它搭的是18吋的鋁圈 而且在造型上面是完全不一樣的 但是它的配胎一出場 就是米其林的PS4S 也就是說你一拿到車 你就可以開始展開你的熱血人聲了 這個配胎是非常出色的配胎 另外一個地方不一樣的 一定要我跟你們講 你可能才會發現 那就是在車門打開之後 原本的Focus ST Wagon呢 車側有一個防撞的邊條 但是在SLS Edition上面 這個就被取消了 所以如果你真的很在意這個防撞邊條的話 請你一定要選擇最頂級的Focus ST Wagon 因為這個部分是沒有辦法透過事後加裝來得到的 因為它是一個總成 這一點請你特別的注意 另外車挺行李架 這個部分它是的確有載重功能的 這兩個級距都有 它的載重公斤數呢是75公斤 另外一些性能車應該要有的東西 例如說紅色的卡鉗 這個非常的加分 看起來就很熱血 加大的碟盤 這一台車兩個等級 通通都是一模一樣的 包含車尾的造型 兩者也都是一樣的 這邊今天我就不花時間贅述了 因為之前也有幫大家做一個很詳細的試駕 如果你很有興趣的話 歡迎點一下右上角的小白點 之前的試駕你可以去複習一下 接下來我們去看看內裝 有什麼不一樣的 內裝的部分 最大的差別就是 它少掉了三個配備 第一個你會發現 它沒有抬頭顯示器 第二個 B&O的音響沒有了 就變成一般的喇叭 再來 全景式的天窗 取消了其他通通一模一樣 所以你就要評估一下 這些東西到底是不是你在意的 你是很喜歡性能操控的人 還是你覺得你日常通行 非得要有這些配備不可 大家可以自己的衡量一下 但是身為一台性能車 應該要有的東西 應該要有的氛圍 它通通也都被保留下來了 例如說黑色的頂篷 這個看了就很有感覺 再來 Recaro座一樣有保留下來 上面還有秀了ST 那整體的包覆性 以及它的觸感 它把你抓得牢牢的 這個東西在性能車上面 也是非常必要的配備 它也被保留下來 再來就是前方的三幅式的方向盤 上面有寫一個ST的LOGO 哇 性能的氛圍很夠 那這整個方向盤握起來的手感 其實滿Q的 我覺得它皮革用得很厚 有一點快要接近 BMW的方向盤那種手感 握起來手感非常的不錯 上面有支援了很多很重要的東西 例如說快速進入S檔的這個按鈕 一按馬上進入運動模式 身為一台性能車 這個也很必要 按下去之後 你甚至還可以跳到賽道模式 防滑模式 標準模式等等任君挑選 它顯示的動畫跟內容相當的精美 同時裡面的資訊也相當的多 那甚至這台車還有一個福特車款 非常非常重要的精髓 也就是Copilot 360 在這一台車上面也被保留下來了 而且它半自動輔助駕駛的等級 達到了Level 2 所以它也可以兼顧你一般日常 上下班的通行便利性 以及你的這個疲勞感的降低 這一台車通通都有 也被保留下來了 另外這邊有一個SYNC 3的資訊目 這一套系統也是我少數用過 非常好用的一套系統 因為我是野馬車主 我車上也是搭載這一套SYNC 3 我個人使用的心得就是 它在出地下室的時候 很多時候GPS會搜尋很久 這個時候你根本不知道 跑去哪裡啊 你就會迷路 但是SYNC 3它GPS的定位 非常的快速 而且這一套系統幾乎不會當機 那裡面支援了很多的東西 例如說AMFN 藍牙的音樂 電話連接 內建導航 或者是現在很流行的 Apple CarPlay 或者是Android Auto 它通通都是有 而且它有一個非常便利的功能 你只要自動更新 你只要連著網路 它就可以自動的OTA更新 太棒了 方便了 我個人使用起來 是覺得滿不錯的 那麼下面 這邊有置物空間 旁邊還有一個現在 非常實用的就是 手機無線充電板 後方採用的是旋鈕式的排檔桿 這個排檔桿也是非常智慧 例如說 這個我展示過好幾次了 例如說我現在打到D檔 然後我忘記了 可能有些對車不太熟悉的 然後我就要下車 有沒有 你會發現它自動幫你排回P檔 後面的空間也是完全一模一樣 之前也幫大家試駕過 現在我調整成我的標準座子 後方 西部空間或者是頭部空間 通通都保有一個拳頭以上的距離 在新一代的Focus上面 空間表現真的是沒話說 那麼這一台 它是Wagon的定位 所以它的後行李箱空間 高達了694公升 以它的行李箱空間來說的話 跟一般大家認知當中的修宇車 其實空間是差不多的 甚至比有些修宇車空間 還要來得更大 已被支援了64分體傾倒的功能 而且還有很方便的 一鍵傾倒的拉靶功能 傾倒之後就來到1576公升 所以它絕對足夠應付你日常的生活 接下來我們就把它開上路看看 輕了50公斤的SLS Edition 到底有什麼不一樣 Focus ST Wagon SLS Edition 真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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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太香了 所以一定要強調好幾次喔 的確這一次推出的這個款式 就跟我前面講了 如果你是極致性能的操控你的話 的確 SLS Edition更適合你 它在整體駕馭起來的感受上面 差了那50公斤真的是差太多了 而且呢 在鋁圈的搭載上面 這一次變18吋 在駕馭的感受上面 太靈敏 太勤快 你感受不到你駕馭的 居然是一台Wagon的車型 它開起來好輕盈的感受 而且非常好上手 這樣的感覺喔 以及這樣的設定 我認為更適合在台灣這樣 比較狹窄 比較刁鑽的山路 來做駕駛 它的19吋 它的穩定性會比較高 但是在轉向起來的感受上 敏捷度 18吋表現會是比較好的 哇 這個車開起來真的真的香啊 但是基本的規格 以及一些數據 還是要讓大家先了解一下喔 它所搭載的這個引擎呢 是來自於他們自家Focus RS 那一具2.3直列四缸全鋁合金的 雙渦流增壓引擎 最大馬力是280匹 最大扭力是42.3公斤米 搭配的是7速的手自排變速箱 時速0到100公里 只需要6.1秒鐘 速度相當的快 哎呀 真的是理性跟感性 你要什麼 通通都結合在一起了 那我不得不說 它在整體的底盤調教上面 跟一些細微的調教上面 真的是相當的出色 首先呢 就是這一類的車款喔 尤其它扭力這麼大 而且我們今天駕駛的這個是 前驅大扭力的車款 常常在加速的過程當中 會發現一個問題 就是扭力轉向 扭力轉向的問題來自於 它的引擎不是放置在正中央 左右兩邊的傳動軸不等長 它所受到的輪胎的力距 就會完全不一樣 所以當我猛烈地踩下油門的時候 通常方向盤會扭 會扯一下 這個就是扭力轉向 但是在Focus ST的微冷上面 被控制得相當的出色 而且各位知道嗎 我前面為什麼要一直強調 這台車真香 真香 真香 那是因為它其實用了很多的牛肉 把這台車堆疊起來 我不講 各位可能不知道 例如說它有ELSD 電子式的限滑差速器 限滑差速器這個東西喔 最主要 說人話 就是讓你在過彎的時候 讓扭力可以更有效地 傳達到需要扭力的輪子上面 跟傳統那種煞車式的是 完全不一樣 它可以百分之百地 把扭力傳達到 有需要的那個輪子上面 讓你在過彎的當下 也可以有效地 減少你的推頭 再來就是電子式的方向盤 這個方向盤轉向的速度喔 如果 因為它是ST的 如果你跟一般的Focus來比的話 它的精準度 據說啦 原廠的數據差了15% 但不管怎麼樣 那個是原廠的數據 我本身轉向起來 是非常敏捷的一台車 你很難想像你駕駛的是一台 Wagon這麼大的車款 但是在整個轉向的過程當中 非常的敏捷 而且非常的快速 再來就是它的煞車系統 在這一次的駕駛過程當中 我又特別的有感 因為它的煞車卡鉗加大了 它的碟盤也加大了 前面有330mm 後面有302mm 整體來說非常的夠用 但是重點是它的好料 又是藏在背後你看不到的 就例如說它的煞車的原理 它不是採用一般傳統的 液壓式的煞車 它採用的是電子式的煞車 所以這一次在駕駛的過程當中 當我要進入彎道的時候 你會發現第一件事情就是 它的煞車力道非常的足夠 再來我踩它下去的時候 速度降得非常的快 而且我在煞車的力道控制上面 相當好控制 而且採用電子式的煞車 跟一般傳統液壓式的煞車 它更不容易甩退 也就是說你可以放心 例如說你在賽道的時候 你可以比傳統液壓式的運作起來 更可靠 更不用害怕它甩退 這個部分也是藏在裡面 你不知道的好料 那更不用說什麼東西很香 它現在只要一百二十幾萬 甚至還可以買到什麼 偏時點火系統 前面有提到這具引擎 它是雙窩流的系統 其實偏時點火系統或雙窩流系統 它最主要同一個目的就是要降低 Turbo類 渦輪車最怕的就是渦輪遲滯喔 因為你的增壓值啊 或者是渦輪葉片的轉動速度 可能都還不夠快 那採用雙窩流之後 你出來的廢氣就會被分成兩個管道 分批的去啟動你的渦輪葉片 那偏時點火其實意思也是一樣 例如說我現在進入彎道了 我已經沒有在踩油門了 但是這個時候 電腦還會不斷的放油氣進去 但是它不會被燃燒啊 這個時候它會被排到排氣系統裡面 排氣管的溫度很高 這個時候霧化的油氣就會被點燃 產生了另外一波的廢氣 然後呢通往唯一的出口 就是渦輪葉片 所以當我在過彎的時候 或者當我在收油門的時候 我的渦輪的葉片的速度 不會因此下降 會因為這個偏時點火系統 不斷的維持住我的增壓值 維持住我的渦輪 一直在工作的狀態 我覺得啦 如果以操控上 真的要挑出一個 有什麼不滿意的地方 那就是它的變速箱喔 它的設定其實太過偏於保守了 即便現在我用S檔了 但是它在換檔的速度上面啊 檔位的選擇上面 都相對於的是比較保守 好 我踩下油門 還要等它先降一檔 然後再衝出去 好 這個時候請服用換檔撥片 我想雖然有點遺憾啦 但是換檔撥片的出現 也算是彌補了這一項的缺點 而且我剛剛講的這個缺點喔 對於在馬路上使用 你不是要跟人家下賽道的 其實也不會差到哪裡去啊 不差那個0.7秒 所以我覺得整體來說 霞不掩餘 真的是霞不掩餘 非常過癮 好香啊 好 最後幫大家做一下 市場的競品分析 還有購買建議 還有最後的缺點 都幫大家剖析一下 首先 SLS Edition 這台車在台灣的汽車市場 真的是一個很特別的存在 例如說我們來看一下 跟它比較接近的價格 或者是同型的產品 我們幫大家列在這個螢幕上面 例如說 Golf 的 Variant 或者是 Skoda 的 Octavia Combi等等 但這些車子你會發現 它有兩個共通的問題 第一個就是他們的產品 要嘛在台灣現在已經買不到了 或者是產品已經老舊了 接下來你會發現 在價格上面很難以一百二十幾萬 就買到像 Focus ST Wagon SLS Edition 這樣的動力 底盤 操控以及配備 所以目前它在台灣的汽車市場上面 是最新 價格也是最優惠的一個產品 這一點呢你去搜尋一下 你就會發現 可真的是好特別的存在 好 那麼最後這台車 我試駕一整天之後 它到底有什麼樣的缺點呢 其實很顯而易見就是 福特這個品牌它在變速箱的調校上面 其實都不夠積極 對於在操控上面換檔邏輯 我覺得是差了那麼一點點 好 再來就是後面沒有冷氣出風口 其實很多人都在反應這件事情 但是沒有辦法 德智的ST統一就是這個樣子 後座沒有冷氣出風口 但是你去觀察它的銷量 其實還挺不錯的 所以目前的狀況應該是 一隻手在鍵盤上罵這件事情 另外一隻手趕快下訂單 所以我的推斷 SLS Edition它一上市之後 很可能也會馬上陷入缺車的狀態 所以如果 你也想要一起箱一下的話 我會建議大家趕快下訂吧 我覺得我最近啊 也想要換車 但是因為我是野馬嘛 就是福特嘛 我想要換個口味 不然對我來說 真的很痛心 好 不管怎麼樣 以上試駕的心得 分享給大家 不管優點跟缺點 希望 對各位在購車的時候都有幫助 我是怡辰 我們下次見 掰掰